全油管最快新闻 随着春节的临近 各地纷纷出台促消费政策 改善消费条件 助力经济回暖 吉林、广东、湖南、北京等地 发放了面向餐饮 文旅汽车家电的专用消费券 多家银行推出优惠利率 消费补贴助力经济开门红 数据显示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略有上涨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7.2% 新型消费趋势明显 智能家居、文娱旅游、体育赛事 国货、潮品等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 及时零售领域潜力巨大 能满足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 春节期间 冰雪旅游、农村旅游、近郊游等市场火爆 推动了旅游业的复苏与繁荣 经济持续向好 产业转型将为中国经济发展 打开更广阔的空间 订阅新闻急速的 最先知小天下事